世界上最容易做的是自己 最难做的也是自己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 总是清纯 什么也不懂 后来渐渐被世俗所改变 喜欢有人攀比 天天纠结着 导致自己越陷越深 也越来越不快乐 我们可以不做最好的自己 一定要与众不同 毕竟我们刚出生 都是一个个体 小的时候 总是和自己的表姐 堂姐一起比成绩 在过年的时候最甚 当自己考了很差的成绩时候 一个年都过得很不开心 发誓下一年 一定要考一个好的成绩 然后渐渐无比纠结 后来无论是什么 都想与别人比 成绩 外贸 家庭 通通都拿来比 自己走路的时候怕很难看 做事情的时候怕做不好 导致越做越差 怕别人说自己的缺点 导致越来越自卑 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做 最后干脆放弃 然后父母的责怪 亲戚的不理解 这些让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 自己突然想通 毛色顿开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纠结 我就跟我自己比 我就去尽量做最好的自己 选自己喜欢的专业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无论这工作 多么的不引人注意 多么普通 但是人活在世上 开心不是最重要的吗 我为什么要活在 别人的眼光底下 他们愿意说什么 就说什么 也许我不聪明 不漂亮 但是这么多年 我还能依然保持初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